我祝福在神经病的名义 在名义的名义的名义 你应当远离污秽 你不要施恩而求后报 你应当为你的主而惊人 当号角被吹响的时候 在那时将有一个艰难的日子 那个日子对不信道的人们是不容易度过的 你让我独自处置我所创造的那个人吧 我曾赏赐他丰富的财产和在跟前的子嗣 我提高了他的声望 而他还期望我再多加赏赐 绝不然他确实反对我的迹象的 我将使他遭受苦难 他却一思考却一计划 但无论他怎样计划 他是被弃绝的 无论他怎样计划 他终是被弃绝的 他看一看 然后皱眉醋鹅 然后高傲地转回去 而且说这只是传习的魔术 这只是凡人的言辞 我将使他坠入火域 你怎能知道火域是什么 他不让任何物存在 不许任何物留下 他少少皮肤 管理他的 共计十九名 我只将管理火域的造成天神 我只以他们的数目考验不信道的人们 以便曾受天经的人们认清 而信道的人们更加独信 以免曾受天经的人们和信道的人们怀疑 以便心中有病者和不信道者说 真主是这个比喻做什么 真主这样使他所抑郁的人 侮辱迷途 使他所抑郁的人遵循正路 只有你的主 能知道他的军队 这只是人类的教训 真的 以月亮门市 以逝去时的黑夜门市 以显照时的黎明门市 火域却是一个大难 可以警告人类 警告你们中 遇前进者或后退者 个人都要因自己的阴谋而做抵押 为幸福的人们除外 他们在乐园中互相询问 问犯罪的人们的情况 你们为什么坠入火域呢 他们说我们没有礼拜 也没有祭贫 我们有妄言的人们一道妄言 我们否认报一日 一直到死亡 一直到死亡降临了我们 说行者的说行将无异于他们 他们怎么退避这教训呢 他们好像一群惊慌的驴子 刚躲避了一只狮子一样 不然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获得一些展开的天金 绝不然 他们不畏惧后世 真的 这古兰金 却是一个教会 谁愿意 谁记忆它 他们只因真主的抑郁而记忆它 它是因受敬畏的 它是抑郁 摄幼的